第三百九十九集 除了那名服毒自尽的刺客 你可还看到他有其他同伙 你说幕后主使者就在这里 或许你还是直接告诉朕 他究竟是谁 皇上别着急嘛 等 等 娄宣颖 朕现在没心情听你胡闹 姿势体大 不容疏忽 朕命令你 立刻将那人说出来 唉 可惜 我本来还想等西妃娘娘自己承认的 皇上逼这么急 看来是不行了 娄宣颖说着做婉西状 本来还想逼到西妃自乱阵脚后承认的 如今怕是不行了 西妃 胡闹 胡毒不食子 他怎么可能派人刺杀自己的儿子 墨玄明气呼呼地瞪着娄宣颖 只觉得他在这紧要关头还在拿他们戏耍 娄宣颖低声轻笑 不 西妃娘娘并非要杀四皇子 她的本意是要杀害墨景号 可惜四皇子比较悲剧 当了替罪羊 皇 皇上明察呀 陈妃宣颖宣颖血口喷人 西妃娘娘朝墨玄明爬过去 抱住她的腿 哭得梨花带泪 她整个人都受着煎熬 既要担心墨俊号的情况 还要防止娄宣颖捅刀子 是血口喷人还是事实 娘娘心里一清二楚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西妃干的 西妃见墨玄明并不完全信任娄宣颖 更加把她当成唯一护身符 牢牢抱住 在一旁跟着拼命点头 皇上明察 她根本没有证据 却在冤枉臣妾 臣妾心肠再狠 也不会拿浩儿的性命开玩笑 她怎么可以如此污蔑臣妾 皇上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娄宣颖 你跟我的浩儿都在于消停 为何我的浩儿受箭伤 你却没事 你为了要摆脱嫌疑 却反而把责任怪罪到我身上来 你到底是何居心 听着西妃连续的辩解 甚至把矛头指指她头上 楼玄影却自始至终 笑而不语 也不打断她的话 因为她知道 西妃说得越多 只会错得越多 眼下的局面对她早已不利 终于 西妃毫不喘气地抨击完她后 停了下来 楼玄影才笑着问道 西妃娘娘 你说完了吗 还有话要说吗 没有的话 就换我说两句 你 西妃瞪着她 眼里暗含警告之意 楼玄影这个可恶的女人 难道她忘了自己身上的毒 不要命了 楼玄影接收到了西妃的警告 可她压根没当回事 见她不再说话 便出声反问 娘娘 如果这事真的是我干的 我为了摆脱嫌疑 把她推到其他人身上 不是更好 本宫跟你无怨无仇 西妃还未说完 楼玄影就吃笑一声打断 无怨无仇 好吧 确实不是什么大怨仇 莫玄明听着他们 你一言我一语 头都大了 谁能告诉她 为何每场闹剧里 都必定会有楼玄影的身影 甚至可以说 有她在场的地方准没好事 多说无意 楼玄影 朕要的是证据 证据呢 证据啊 没有 她说得轻巧 可莫玄明等人听了之后 却只想翻白眼 连配合她行动的黄斧尘 都嘴角狠狠抽搐 没有证据 她闹什么 楼 诶 皇上 等等 楼玄影看到莫玄明立眼一瞪 眼看就似要发飙的模样 忙抬手阻止 我虽然没有证据 可不代表西妃娘娘 不会自己承认啊 人群中传来痴笑声 看她的眼神 就似在看白痴 姑且当幕后主使者 是西妃好了 可承认是死罪 就算皇上仁慈 放她一条生路 那她这辈子 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试问 谁会这么蠢 自己承认 楼玄影 你不把皇宫搅得 天翻地覆 是不是不舒服 郡昊还在救治当中 你如今在这里 逼迫西妃 你是不是准备 把朕的妃子 一个个整彻底 你在报复朕 楼玄影俯额 不明白 皇上从哪里 得出这种结论 他吃饱了撑着 去报复她 皇上 稍安勿躁 我就对西妃娘娘 说几句话 她给了莫玄明 一个放宽心的眼神 而后看向西妃 蹲下身子 视线和她平起 却紧紧盯着她瞧 什么话都不说 恰在这时 身后传来 力剑触地的声音 她听闻 众御医的议论 嘴角青阳 在心里没数 很快 御医再次向皇上禀报 皇上 臣等已经替四皇子 把毒剑取出来了 可剑上的毒性太强 四皇子 命在旦夕 楼玄影听了之后 看着西妃 一字一句地道 西妃娘娘 如今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交出解药 认了这桩罪 救你儿子 第二 否认你的罪责 眼睁睁看着四皇子 中毒身亡 白发人 送黑发人 西妃腿软 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慌乱地摇头 不 浩儿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我要把浩儿 带回西洛宫 来人 来人哪 听到西妃惊慌的喊声 身着侍卫服的男子 从人群外挤了进来 楼玄影认得她 她是莫俊浩的男宠 亦是她的贴身侍卫 何冲 眼看她朝莫俊浩走过去 楼玄影跑上前 挡在她和莫俊浩之间 立声制止 你感动四皇子 楼玄影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浩儿是我儿子 我为何不能让人 把她带回我宫里 你这是要逼死我的浩儿 你让开 皇上 求求你 西妃疯了似的 朝楼玄影扑过去 可惜她还没接近楼玄影 就被莫锦浩拦住了 莫玄明看着眼前混乱的局面 只觉得眼角两侧 剧烈抽痛着 有些受不住 吴公公发现异样 及时伤手扑住了她 皇上 您没事吧 莫锦浩 你们这样是想做什么 是准备眼睁睁看着 郡浩死在这里 把楼玄影带下去 让她把郡浩送回西勒宫 皇上 西妃娘娘的行为 还不够明显吗 御医都没有解药 能救四皇子 她若没有解药 把四皇子带回西勒宫 又有何用 其实 她就是想把四皇子带回去 好给她解毒 娄玄影固执地仍然阻挡在中间 眼下打的就是心理战 她有十足的把握能赢 皇上在这紧要关头 打什么岔 皇上 你相信我 西妃娘娘有解药 四皇子不会死 除非 她的心肠真的那么硬 娄玄影说着 一步步朝西妃逼近 冰冷的眼神直盯着她瞧 我猜想 你为了要杀墨锦号 剑上涂抹的 肯定是西域齐毒 你该清楚 四皇子中毒后 能拖多久 皇 皇上 西妃无可奈何 眼下只能向墨玄明求助 墨玄明深吸口气 心里也在天人大战一番 最终掩一臂 硬了心肠 偏开脸 肯定还有 三处 冰瓶是一 beige的 你 与